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层的八字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透过我二十几年来的统计跟研究 到现在目前我还在学习 忧郁跟造症 郁症跟造症是两种不同的现象 在从八字跟紫微斗数的排排当中 是可以看出义二的 怎么看呢 郁症的情形 通常在紫微斗数的福德宫里面 通常会坐有一些 当你看到福德宫 或者是父母宫的地方 里面有煞星 像羊头火灵 这种星或者是太阴 这种比较静态的星 然后你就要赶快看吉二宫 吉二宫里面 万一也是有存在 这个羊头火灵的 或者是天行这种煞星的时候 就要注意到这个人 就跟郁症跟造症 就有很大的关联 这是第一要素 那癌症的地方 现在人的癌症 为什么会这么早就开始罹患 我觉得跟饮食有很大的关联 因为现在吃什么都是素食 连鸡一下子就长那么大 就可以拿来炸了 你说这个没有什么东西 都是照时间的 所以当你素食快速成长的当中 疾病也快速成长 它是相对的理论 那癌症的地方要注意 就是当你的八字的某个五行过强 或者是完全没有过弱 因为八字有它的代号 例如甲乙丙定物极更新人鬼 它就是十个天干 分别代表的木火土金水 阴阳 然后直丑银卯成素 五味生有虚害 十二地支 也就是我们讲的十二生肖 它里面地支长干 的五行 这个叫做五行的这个当中 它的比例过重了 要去注意这个毛病 那过轻或没有的 也通常要注意 事实上呢 以五行来讲 那你说那事件上的疾病 难道只有五种疾病吗 木火土金水 不可能 所以它是很广泛的 所以有时候在讲起来 也很模糊 但是有一个大方向 我们是可以看出来 它是属于育 还是肇 我们是分辨 有没有救 那这个是重点 像我今年就救了一个 他是二十多年的病患 吃药 然后台湾的法律是 你住院两个半月一定要出来 他一出来 他那种 现在有些人病患 都是智慧型的 你知道吗 他在医院很乖 一出院以后又开始变态 什么意思 开始惹是生非 然后他又很难再被抓回去医院 后来有一个这个个案 我看了他的命盘之后 我说不对 这个命盘 他们家人原来是要让他一辈子 都在医院 不让他出来了 他是照证是吧 他都有 照证比较多 因为会攻击人 后来我跟他讲说可以了 今年他真的出来了 几岁人 到现在 五十一二岁了 那已经住院住那么久了 住院是这两年的事情 是那个时候 有动点关系 让他在医院 否则他两个半年就要出来 可是家人是怕死他了 可是后来我透过八字就了解 后来这个人就说 目前我一直都还很正常 但是就是不能断药 比较没办法断药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刚刚陶小姐问的这个问题 我们是可以从这里面了解到一些图石马迹 好 然后根据八字的行运的变化 就是计算他病因的五行的强弱 我们就可以判断什么时候可以救治 有些是可能没办法救治的 那没办法救治的时候 他还要救治怎么办呢 那我们通常都会建议到另外一半去 什么叫做另外一半 另外一个半的地球 就是说我在北半球的病患 我就到南半球去居住 那我是南半球的人 我就到北半球去居住 利用磁场颠倒 磁场把它变换 颠倒 试试看 我们就当做二分之一 我们就当阴阳学 疫经就阴阳学都会那么准 你看二分法说法 反正不是对就是错 不是急就是凶 那我们就当做这种方式来去做 通常也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确实是有 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环境 就是在另外一半的半球 有他认识的朋友 愿意有这个地方 他生长 所以你看 为什么有些人 有一些感觉人员的缘 他的福报就会比较好 那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 有时候有钱 你去那边还被人家骗 对不对 那是有些人就是普普通通 但是朋友很好 现在是未来是地球村 所以南百半球的联系都非常好 还有透过一些社团 我们都可以有游学 交换学生 在居住等等 所以未来人的疾病来讲 被控制的几率是很大 但是因为速成 什么都是速成 当科技越高的时候 就是人类即将开始灭亡的时候 他地球会说话的 他会各种天灾开始来 不该热的时候热 不该冷开始冷 他一定是这样 一端发生火在另外地球 一端一定发生 一定发生水灾 这肯定的 相对的 从来没有例外过 没有例外过 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台湾就有忧郁症 是 很严重的忧郁症 我曾经看过他在台湾 吃饭的时候 他手都在抖 抖得很厉害 后来呢 他到移民到加州去 以后就没有再犯过了 因为加州从来不下雨 让他忧郁的因素没有了 因为天气都是每天都阳光普照 所以他后来他跟我说 我在 因为我是在美国认识他的 我没有 不知道还有忧郁症 后来有一年 刚好他回台湾 看他妈妈 那我也跟他 刚好也回台湾 看我父母 就有一天 他就跟我 我就找他 他就说我不能跟你见面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忧郁症犯了 我想说你忧郁症 你还会告诉我 你忧郁症犯 应该没有忧郁症 后来他就说 那你陪我去医院 所以那时候 我就陪他去和平医院 我记得 我就看到他 结果我去接他的时候 他妈妈叫我陪他去 结果他刚好在吃饭 我就看他一面吃 手一面抖 抖得很厉害 然后吞得很厉害 一直吞 然后那一天 我就觉得他好怪 因为他以前很喜欢 我很疼我 都跟我聊天 可是那天他 眼神都没有扫到我 然后就一直吃很快的吃 当时我吓了一跳 可是他回到洛杉矶以后 又好了 又完全没有发生过 所以我觉得 这个应该是对的 一方面是磁场 一方面是天气 所以柯老师说的 换个地方 那万一说他也是到美国 但是住在西雅图 那谁知道 那可能会被夹中 听说一年要下 大概六个多月 到八个月 常常英语绵绵的 那种地方的自杀率 比阳光普照要来得高 这个是有统计的 我以前住基隆 基隆线没雨了 对 可是我说以前 以前常常下雨 所以我很讨厌他 现在变得很好 谈恋爱的人很喜欢雨 为什么 谈恋爱只要雨 才会浪漫 然后才有人帮你吃伞 才有人可以保护你 可能也会失去理智 对 因为下雨天总是可以很多故事发生 这样子 所以心态很重要 那柯老师 我们从八字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健康 那是不是也可以看出这个人是适合 比如说去国外居住 或者是去留学 这也都看得出来 看出说你的伴侣是近方的邻居 还是远方的对你比较有帮助 连伴侣都看得出来 对 伴侣就是指配偶或者是合伙人等等 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因为我们专门在扶植一些中小企业组的老板 他们有说有些人年轻都要上千万的 配到股息更不止 那老板都很筛选这样的人 那我们通常会给一些基本的正确的观念 当然讲好的 坏的我们不去讲 因为才拿你多少钱 我们把人家讲光光这样不好 有损口德 有损口德 你要讲人家优点 对不对 给人家钱就叫我把他卖了 不可能 对 我说你来学命运再说 那一般老板他没有时间来学 但是我也借此 借这个广播来跟所有的同好同修来讲 真的 不管做什么职业 只要当一个老师 永远讲别人都好 不好了就算自己的 然后来就是 就讲他的优点吧 不要去一张就把人家出卖 这个不好的 一个正向的社会 你批评人家 真的万一你是自己讲 修位不够 算错了 还讲到人家是非常短 那你这样就完了 对不对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 做什么行业 就是尽量什么事情 我们就看人家的优点 真的 对我们节目呢 这个葛老师呢 大家都称他叫做企业命理师 这是有道理的 帮企业赚了非常多的钱 不敢 好那我们精彩的节目 留待在下一集了 今天谢谢哥老师 更谢谢陶小姐 也谢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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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